有些人来相亲 你就是扯犊子的 有一位姑娘很坚定的丁克主义 来参加相亲会埋怨别人怎么不接受 大姐 你给人段子绝孙 你让别人怎么接受啊 气得我是血压乱窜 有两天没发视频了 办相亲会去了 办了四场毛的要命 今天上午是硕博专场相亲会 人不多 会上就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有一个女孩今年28岁 身材高挑很好看 就长得特别像那个高媛媛 是一个女医生 相亲会上面就有三位男士 特别喜欢他 跟他表白 有一个男士就很高 但是很瘦 这个女孩他不太喜欢瘦的 就拒绝了 还有两位男士 这姑娘觉得还行 一位是牙科医生 共同化帖比较多 另一位是公务员 工作好人也挺帅 同岁的 一号男嘉宾就比较浪漫 喜欢花大饼 有点像那个《非诚勿扰》那种场面 跟姑娘说 见你的第一眼 我就爱上了你 此生非你不娶 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你 就像我无法描述水是什么味道 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你 就像我需要水一样 哎呀 你听人这表白词啊 听的人是麻酥酥的呀 二号男嘉宾就比较务实一点 说自己会做饭 会打扫卫生 会疼人 会照顾人 你开心我就陪你啊 你不开心我就安慰你 你要不说你是来相信的 哥们 我都以为你是来应聘养老院的呀 这姑娘听完了 特别纠结啊 两位男士都挺好的呀 她就很想问一个问题 两位男士就争先恐慌 特别期待 这姑娘酝酿了一下啊 来一句 我这辈子不伤孩子 你们接受吗 真的那一瞬间 现场是哑口无言啊 我呀 又吃惊又纳闷啊 你这是要定课吗 哎 他拿了话筒说 对 我要定课 我不喜欢孩子 我也不喜欢照顾孩子 在医院工作 这看了太多的生死离别 我也不希望我的人生太累 还没等他说完 这一号男嘉宾啊 就长话说 不好意思 我接受不了 在我看来啊 有孩子才算完美 这丁克就是自私 转身啊 就走了 这姑娘当时就挺失落呀 转身啊 正望向二号男嘉宾 她是很期待二号能够认可他的 这位男士啊 就本着度人度己的精神 哎 先劝他 你可以先过两人世界 后面再考虑孩子嘛 这孩子是希望生孩子 人生才算完美 不生孩子 现在舒服 老了会后悔的呀 结果这句话 任女方听了直接很有意见啊 表示生不生 那是自己的意愿 想生就生 不想生就不生 互相尊重就好了 你不需要来劝我 行了 二号嘉宾啊 看自己说不通啊 她就不介入这样的人生观 转身要去退场 女孩子有点懵了啊 而且还有点失落 下回的时候呢 这姑娘就找我 她说特别想不明白啊 喜欢我不应该包容我的想法吗 听着我也是特别无语啊 妹妹 你是丁克呀 你要给人段子结孙的呀 我问她 你是真想丁克 还是暂时的 她说是真的想 她觉得孩子是负担 生出来自己又负养不好 她觉得有罪 她也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啊 过得太辛苦 哎呀 姑娘 我也挺认同你的想法 哎呀 我觉得你想法很好 活着终究是为自己负责 只要不是一时的情绪输出啊 那啥决定都是你的事 但你丁克 你不能强迫去喜欢你的人 接受你的观点吧 你可以找个愿意丁克的人 再谈感情啊 但是你不能找个不想丁克的 就因为爱你 所以你要人家丁克 哎呀 这事就反了 就好像你想找个有车有房 年入几百万的 没问题 但你需要找到 已经有这个条件的人 去爱你 愿意娶你 而不是你跟穷小子谈恋爱了 你就逼着他去给你买车买房 再给你几百万 这是一样的 就这样是了 谈了一半啊 爱你爱的死去活来了 哎呀妈呀 你个人说要丁克 给人钻子绝孙啊 人家祖宗啊 都得刨坟爬出来找你算账 是这个理不 有一对情侣啊 谈了六年的感情 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但是女方父母是执意啊 要求是十八万的彩礼 女方父母呢 说有自己的盘算 一来啊 希望男方家庭富裕 能够给得起这笔钱 二来呢 是希望给女儿一个保障 万一婚姻啊 有变动 那女儿也不至于 什么都没有 女方父母呢 也表示啊 自己养大女儿啊 不容易 家庭条件呢 也一般 所以啊 不会赔送嫁妆 这位姑娘呢 对男友啊 确实是真心实意的 也非常的想跟她在一起 她认为呢 男方家庭条件不错 十八万呢 完全可以拿得出来 所以呢 这个姑娘也希望男友啊 能够委屈求全 但是男友啊 却无法接受 这个女方父母的要求 认为这是变相的卖女儿 不看任何感情的情分 开口就要钱 将来呢 也是没办法 跟这样的家人打交道 一气之下呀 两人就闹了矛盾 分手了 讽刺的是啊 不到一年 男士啊 就相亲认识了一位 条件不错 长相也不错的姑娘 彼此呢 都觉得合适 年龄啊 也大了 于是两个人就结婚了 男方给这个姑娘的彩礼等 也是十八万 女方呢 赔嫁了八万和一辆车 那有人就问这个男士 是不是更爱这个 相亲认识的姑娘 所以啊 才愿意出钱去娶她 男士说啊 不是 我跟他没有多少感情 只是觉得彼此条件合适 家里满意 相处的舒服而已 他说呢 我给不了人家什么感情 那总得给一笔钱吧 要不别人凭什么嫁给我 那位谈了六年的前女友 知道之后 非常生气 也很伤心 说自己那么爱她 和她在一起啊 生活了六年 却比不上一位相亲 只认识几天的姑娘 十八万呢 宁可娶一位陌生人 也不愿意娶自己 而女方的父母也说啊 男士根本就不爱女儿 喜心厌旧 明显就是渣男 害女儿是白白浪费了六年的青春 这个男人啊 就不是什么好人 肯定啊 会有人说啊 这种男人不嫁就对了 不顾及六年的感情 同样的彩礼是宁可给陌生人 也不愿意给相爱六年的爱人 明明就是喜心厌旧的渣男 其实啊这个案例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大家呢应该理性啊 去看待这个事情 彩礼啊 其实并不是问题所在 因为男方呀 是完全可以给得出的 问题在女方父母啊 明知两人有六年的感情 却狮子大开口 直接跟男方要18万 想让这笔钱作为女儿的保障 这不是保障女儿 而是自私变相的压榨男方 六年感情 男方对女方的物质上的付出啊 也应该有很多 最后还要18万 那真的不如啊 直接相亲给别人18万 不近人情和一毛不拔的态度啊 其实是男方最不能接受的 不要总拿六年的感情去道德绑架别人 付出呢都是相互的 为什么国家不支持高价彩礼 因为彩礼啊 成了某些人为满足私欲 变相压榨他人的理由 还有那种啊 要彩礼是给女方保障的说法 我听了真的觉得很搞笑 请问是保障女方婚后不上班还有钱花 还是保障女方离婚之后手上还有钱呢 如果想要钱的话 那咱就明码标价 买得起咱成交 买不起啊咱就找便宜的 双方自由恋爱因为感情走到一起的 那不是简单的买卖 而是双方你来我往 有很多感情投入才有今天 这就好比啊你出门打出租车 给钱你觉得是应该的 但是好朋友啊提出开车去送你 你提出呢要给油钱 朋友却说呢按照出租车的价格来收 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很憋屈 这不就是又想当那什么 又想立牌放吗 大家怎么看 大家一定听说过这个说法 就是中国单身人口啊超过了两个亿 男单身呢是比女单身啊多了三千多万 昨天呢我是看了一篇文章呢显示啊 就是首先呢是外国的女性啊 是有很多呢是加入到中国 其次呢女性的寿命啊是比男性要长五年 所以中国男女比例啊实际整体啊是女多男少 这其中呢有至少五千万呢是老年单身女性 另外呢还有几千万职场女性啊 是散落在这个机关单位 你像外企啊还有国企私企等等 而大量的这个单身男士啊 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农村 致使目前呢形成了三大光柜体系 一是呢农村男光柜 二是职场女光柜 三呢是老年的女光柜 因为大多数这个女光柜啊 找这个对象条件真的是高的吓人 要房要车要存款 男的呢又结不起婚 女的呢又不想嫁 也不想将就 所以啊这三大光柜群体啊 就没有办法去调和 前景呢就十分的堪忧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啊 是一对对的成家 自己因为呢错过找对象最好的这个时机啊 而成了大龄光柜 现在的养老院啊也是越来越多了 光柜抱团养老啊 也成了一种新的这个赚钱思路 若干年之后啊 他们都在这个养老院里面相见 但是无儿无女啊 养老院收不收啊 那还不一定 我经常劝那些不论男女啊 能早婚就早婚 因为当你结婚的时候啊 年轻就是你最大的资本 尤其啊是这个女人 当你事业做到比男人还优秀的时候 你相亲啊就会发现 你原本引以为傲的那些能力啊 男人都不会看一眼 你认为的这个车房啊 你自己都有 但是在多数的男人眼里啊 他们并不在乎 更多的就是想找那些年轻啊 性格温柔 而不是找事业型啊 还有强势的这些女人 男人越早结婚呢 你们就会越容易摆脱以后这个光棍的风险 年轻你们遇到的女人呢 她们可以追求爱情 不看车不看房 看中的可能就是你的某一个点 只要你疼她呀就可以 如果你错过了 那你就要去面对现实 彩礼啊车房等等 所以啊单身伙伴们 趁着年轻啊就抓紧结婚吧 今天呢有一位姑娘来找我找对象 但是被我拒绝了 因为我确实是介绍不了 她刚联系我的时候啊 真的是一顿委屈啊 哭诉说自己压力特别大 那我听说心里也很难过呀 也就一直安慰她 但是我跟她沟通之后啊 真的有一句话啊 我想说叫做可怜之人呢 必有可恨之处 那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女士的这个个人情况啊 83年出生硕士学历 有车有房 企业的中层领导 其实当我看完她的这个资料之后啊 就心里有一些打触 因为我知道给这位女士找对象 那肯定是特别困难的 往后呢就看到了这个女士的自我介绍和择偶标准 都比较简单 择偶标准呢就四个字 有责任心 那正常情况下看到这四个字的话 那可选择范围啊就是非常广的 一般只要男士的人品三观啊 端正那基本都是符合有责任心的 看完这个资料之后 我就跟这个女士聊天呀 她跟我说自己现在啊就特别焦虑 不想过了四十之后啊再结婚 只要有一个差不多的 她就能立马结婚 我先是给她分析了一下 现在的这个相亲市场对她不利的一些情况 其实呢也是想给她打一些预防针的 就是她不可能找到她理想的另一半 必须要降低要求 那姑娘的性子呢也比较着急 就跟我说啊自己不再挑了 也没有要求了 希望我呢一定帮她找到一位 她想今年结婚 那我就问这个女士啊 你的择偶标准只是有责任心就可以吗 插个小话题啊 大家千万不要看女人征婚资料上的择偶要求 好多女人啊在征婚的时候 这择偶要求啊写的就是有演员 或者是有感觉或者是人品好等等 那男士一个个都很兴奋呢 以为遇到了一位不挑的主 仿佛你们遇到了真爱 马上就可以结婚了 当你兴致冲冲的加上女士好友 你却发现人家要求车防粘心啊 一个不辣 我也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大多数这样写的女士呀 她的择偶要求啊往往越高 因为她想要的太多了 写出来怕男士说她太物质 或者说她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种是最可怕的 看感觉的最挑 所以男士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那刚才我有说到 我问女士则有要求 是不是只要有这个责任心就可以 女士啊就跟我说啊 起码要有房子呀 学历差不多 本科以上的呀 那我问她这个离异能接受吗 女士就说啊 不接受最好是未婚的 问她工作普通一点的上班族可以吗 她说想找自己干的 问她房子在郊区行不行 她说呀要在市里而且全款 工资呢不能比她低 年薪啊要在十万以上 我最后问她这个外贸条件有要求吗 她跟我说呀 个子啊起码要在175以上 长相中等呀 沟通完之后啊 我直接就回复那个女士 我这边资源真的有限 没有办法帮你交到对象 女士一听啊就特别着急跟我说呀 如果你都不帮我 那我就没人帮了 生活圈子里他们也不给介绍 那我上哪里去找男人呀 我不想再拖了 我想今年结婚 其实呢资源啊肯定有 但符合这些要求的这位男士啊 肯定不会选择这个女士 单独一个条件来说的话 那是可以选择的 但是当所有的条件都加在一起 男上加男甚至是万里挑一 很多大连姑娘啊 她们自己也知道 自己的要求多比较挑 这不行那不行 但是心里那一关啊 她接受不了 年轻没找到优秀的 年纪大了找了一个 还不如年轻时候认识的 她就更不甘心 自己未婚要找个离异 那亲戚朋友面子她也过不去呀 希望大连姑娘要清醒一点 你现在面临的不是去选择 而是有多大概率被选择上 现实有多残酷呀 怕是只有时间会告诉你 到了那一天呀 后悔也来不及了 清醒一点吧 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们 有些仙女真的是注定一辈子结不了婚的 不是想不想结婚的问题 而是她们蹲的太事逼了 真的是自觉后路 有一位姑娘来找我找对象 我听了要求之后 直接拒绝了 真心是伺候不了 这个姑娘呢 是90年的 身材不错 长相呢也很好 工作在这个事业单位吧 来找对象就一副很高傲的姿态 说自己的衣服都是国外代购的 化妆品都是名牌 所以呢婚姻呢 也绝对不能这个降低 要求降低她的生活质量 起码找到一位这个 能供得起自己生活开销的男人 我就问她一个月的开销是多少 她说自己每个月这个服装首饰化妆品 大约在一万左右 吃饭之类呀 每个月在五千多 生活娱乐这一块呢 每个月要在四五千等等 这样算下来 一个月就有两万左右 那我问她工资多少钱 这些开销来源都在哪里 她跟我说呀 她的工资只有六千多 之前谈的这个男朋友啊 由他们来负责 如果没有男朋友的话 她自己啊就会比较节省一些 一个月花销在这个四五千左右 我越听啊 越觉得有些来气 没人养她就花的少 有人养她就花两万多 那这是吸血鬼吗 最后呢我就跟她说呀 我这边妙小 确实也没有那么多大佛 就把她给拒绝了 有的姑娘真的是看不清现实呀 你还以为自己是二日出头的年轻小姑娘吗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你真实的想法 还是觉得到我们这个婚恋平台了 狮子大开口碰运气 能不能遇到傻子 那这些人呢注定一辈子是结不了婚的 你不照镜子就来提要求 是真的觉得自己是仙女吗 现在的80后还有30%没有结婚 90后呢还有50%是未婚的 你自己心里还没有数吗 三四十的人还要找未婚的 长得帅的年收入几十万上百万的 那彩礼动不动就要十万二十万 这类人呢真的是靠自己的实力单身的 现在00后都开始相亲了 他们的要求啊很简单 就是想找个对他好的能疼他的 那男士找他们难道不香吗 那些30多岁的还在挑 还有那些父母啊嘴里说着着急啊 心里想着找个金主来接盘的 天底下好事都让你们占了呗 把婚姻当买卖 怎么你们是相金还是相钻了呀 再过几年可能就停水停电了 心里难道还没有数吗 又想早点结婚又想找个金主 你这样挑剔啊 最后害的只有你自己 还得到处给自己找面子说啊 自己喜欢单身是不婚主义 其实心里啊巴不得明天就结婚 仙女们咱们能不能脚踏实地一点 你要么要钱 要么图他对你的好 你别什么都想要 这老天爷啊他都是公平的 你什么都想要注定啊 什么都会没有 你看看那些婚姻幸福的 不是那些开豪车住别墅雇保姆的 而是有家一起回 有饭一起吃 你生病身边有人陪的 你们都懂了吗 人呢都是吃五股杂粮的 有钱人也是 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多点少点的都能过 但意外呀 谁也不知道哪天会来 你看谁能在床边能照顾你 你用钱呀 动不动十万二十万的彩礼 去逼走爱你的人呢 真的有一天会有报应的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有人提问一辈子不结婚可以吗 在下面好多的回答当中啊 有一位这个53岁的大姨回答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读给大家听一下 如果你还未婚呢 请你一定要听完 我53岁了 可能是回答这个问题当中啊 年龄最大的 我的工作呢 是公司主管 工资呢 不高呢 也不低 我不喜欢小孩 对婚姻啊 也很恐惧 所以我就选择了 不婚不育 主要是向往自由 还有呢 就是性冷淡 由于我的性格呢 比较强势 我的父母啊 都不敢说我 后来呢 总是吵架 他们也就没再逼我了 但还是最后 带着遗憾离开了 有生之年呢 没能看到女儿出嫁 自己呢 抱不到外孙 一定会很难过吧 自从他们走后 我迷茫了 空虚了 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到底我这么多年的坚持 是对还是错 我为什么不去尝试 找个好男人 生一个孩子 起码能给这个家庭啊 带来欢乐和活力 至少我现在还有家人 我到七十多八十多 还有一个家庭 我不婚的结果呢 就是我现在没有家人了 这种深深的孤独感 不知道你们懂吗 年轻时我很独立 自己啊 跟老乡来城市里闯荡 对家人呢 也没有什么依赖 孤独啊 也只是一时的 因为那时候老家 还有父母亲 每年呢 都期待着能回家 可现在 这种孤独感啊 又接踵而来 迟迟不走 因为没有亲情啊 帮我驱散了 我回不了家了 原来我这么多年 不结婚的底气啊 不是我独立 也不是我坚强 而是我有家人在 我父母在 是他们给了我不婚的底气 年轻想要自由 中老年啊 就会付出代价 要么自由 要么孤独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两全其美 我不愁养老 毕竟啊 有存款 以后呢 也有社保 有退休 但是我也怕 自己有一个万一 钱呢 又不敢乱花 那些说一个人 想花就花的 真的想的太美好了 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啊 无儿无女的 更不敢乱花钱了 曾经生病过 以前老妈还在的时候啊 都会来照顾我 现在她也不在了 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曾经子宫瘤做手术 都不知道要叫谁来 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叫我的堂妹啊 来帮忙照顾我 但她很明显 不是那么乐意 毕竟我没有养过她 她呢 也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家人 当然呢 也有叫护工 但是有些事啊 不是叫护工啊 就行了 老了之后呢 各种疾病啊 是明显的多了 这种不大的手术 我还能自己签名 以后不能签名的时候啊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怕自己啊 突然就老年痴呆了 就任人摆布了 也希望他们呢 能够不要折磨我 给我一个痛快 我去看过养老院 贵的养老院呢 我活不到80岁 我就交不起了 还没有算上这个通货膨胀啊 费用上升等等因素 一般的养老院呢 就没有那么好了 大部分养老院里都是 死气沉沉的 没有活力 他们好像就只剩了一个目的了 就是等死 我看到之后啊 都很害怕 真的不想去那里度过余生 回到家之后啊 家里特别安静 安静到可怕 只有狗叫声 没有人语 以前父母在的时候呢 还会说说话 现在啊 静得可怕 家里有狗 这是我唯一的寄托了 再过两年 他就十岁了 也要走了 到时候又是一个 疼痛打击 真心想对 有想法不婚的人说呀 要么有伴侣 要么有孩子 不要什么都没有 你现在有底气 是因为你有家人在 还有就是啊 好好地陪伴家人 工作朋友再重要 也没有家人重要 我现在觉得 陪他们的时间啊 太少了 以前没有条件 接到身边 现在有条件了 接到身边 没有多长时间 他们就走了 那些经常被催婚的 也请你好好地理解父母 不要像我以前一样 不懂事 跟他们去吵 去冷战 好好坐下来去谈 不要伤他们的心 他们啊 也是为你好 他们虽然说不出 什么大道理来 或者说出的大道理 你们也不听 就像青春年少时的懵懂 不要像青春期一样 叛逆 伤了父母的心 长大 做了父母后啊 你就会后悔啊 年少时的冲动 你们知道吗 北京圣女高达40多万 我天 这个数字真的 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 是关于这个 北京圣女的 一个北京的 一个大妈呀 评价特别精彩 我给大家看一下 北京的 就是40岁的 大龄女青年吧 都是研究生 博士生 为什么她不要孩子 为什么她不结婚啊 全家都抱怀 为什么 要你太大 这竞争多激烈啊 全家的这个 40岁的这些女同志吧 就40人 以上的那个 博士生 研究生的女孩子 说原来无所谓 到现在了 你打听那个 学艺不好的那个 家庭 发现不好的那个 就上 在桌上大学的那个 都结婚了 人家都有孩子 人家一家 最比一家三口 人家说二太子 人家到街家 人家认识人 一家训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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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干嘛去 她爹也锁了 妈也锁了 就上她自己了 就上那个美容院 那坐着 你过两天 一夜半两天 坐着吗 你老美容去 现在这种大龄女青年多吗 40万 别叫 40万 这么多 我爹妈都急死了 爹妈都急的 都像我 就跟我认了 爹妈都急的 都都跟神经似的 他也这样子当老婆 可不是吗 我的孙子的一个同学 他爸爸是 甘究生 就一会儿生了一个女孩 他爸爸一个人 待会儿他爸爸一个人 他妈上班 他待会儿爸爸一个人 就带领海 现在带了头三个 我觉得他付出多大代价 如果他说下我们 那年代的话 我们双生孩子 你就给一会儿 就多少所 说阿姨好之大 据您了解 这些大龄女青年 找不到对象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 一开始 在年轻的时候 比如说他学历太高 他毕业的时候就30 他现在起业以后的话 他平时开始学历 要是高完 他一老大就死了 哪个男人也不愿意 找个财力 同样学历 你比如我去玩 我还是我去玩 我就愿意找你打财神 你别压着 可是女同志 她比什么特点 为什么离婚率远这么高 接了会也离呢 你同志因为她地位高了 她挣钱比你不少 你还没穿她呢 她就不喝你了 她要的太多 就像我们那年代的话 就是离婚率相当的比 对 打一辈子 倒一辈子 是 刚付完了 我从国上乘了 买一道理 没留在乘 我老板爱吃那人扎糕 我给卖回去吧 乐乐身回来了 我爱吃扎糕 我卖回来了 你家人得完事 这家人行吗 说他一家都是 我说他是失望了 这家人呢 咱回说男同志 也是要力的 就说你同志 哎 你为什么对我冷战了 不像那个初战 能对我这么好了 已经看手机了 我付付你都不问 我有声的 那您怎么我知道 男同志都是 这个人与之间呢 这个畸形啊 就有八个月 到十二个月 到了一年了 就是人与畸形 剩下就是 爱情侵畸 对 是不是 他现在你这个 这个大龄的这些 高学历的人吧 他学历高 但是他对的 受的质还没有 他就认为 你老得拿我 大一堆那母带人呢 五带花好 他也败啊 对 他不是老看 呼呼的 人家花好看 哎 慢慢点念一下 你不认同 那个大龄青年 一般还都学历挺高 哎 订阅力呢 老挡的一下 订阅力 就放不下 你如果说 读明点我说的 你别认得特别笨 面租也不行 人家家里人 也说拆先拆 拆那么四个小房子 就离公里 人家不上班 人家愿意找 拆敬不愿意找 找一个外地的 外地的还购学历 外地的男朋友 孩子大 都是经营 真是经营 人家到家了 一挣就两万 早点家了 人说了 这四个小房子 为什么呢 这四个小房子 把房子里了 你家比肯定 哪个人四个小房子 对 一条房 七个百万 谁说呢 对 我说对 最近这半个月呀 跟我打听 外国女生资源的男士 是越来越多了 我也经常在评论区里 群里看到了 好多男士 在讨论 去国外找对象的方法 里面呢 还有很多条件不错的男士 就有一个新闻采访呢 说一位 这个俄罗斯的女研究生 嫁到了中国山村里 和老公一起是种田耕地 每天呢 都觉得是一种幸福 这样的婚姻状态呀 是在中国多少男人羡慕的 特别是 现在男女光棍对立 不可协调的局面下 一些国外的女生资源 像越南老挝的 前几年啊 就已经有报道 进入到了中国的婚恋市场 那这几年呢 像乌克兰 俄罗斯等 东欧国家的一些女生啊 也开始小规模的 进入到中国婚恋市场 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啊 未来几年呀 国外女生资源呢 势必会对中国的相亲市场呢 是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 当然呢 也会形成一种补充 咱们国家为了人口的发展 二胎三胎的政策都在变 现在成了全国催婚催生 但很多的女方家庭啊 是依然对彩礼的要价呀 是趾高不低 相亲的姑娘呢 也在幻想着通过婚姻呢 当做跳板 或者是被毒鸡汤洗脑呀 欧巴的偶像剧啊 看多了 没有自我认知 择偶要求呢 又太高 所以现在啊 女光棍的数量呢 也是越来越多 而这些剩下的女光棍呢 大概率啊 是绝对看不上 那些剩下的男光棍的 最后男人们没办法 只能是另辟蹊径啊 去选择国外女生资源 究其原因呢 国外女生呢 是择偶要求少 对房车啊 也没有什么要求 也很少要彩礼的 东欧女生啊 基本都不太要彩礼金的 这个东南亚呀 像越南等国家的这些女生呢 虽然要求彩礼 但是基本上 都是在一到三万左右 所以啊 找国外女生啊 更加实惠划算 另外啊 国外女生在择偶的年龄上 放的也比较宽 他们通常能接受啊 年龄差距比较大的男生 当然对男方呢 也会有一些要求 这跟他们国家的 这个国民资深经济啊 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甚至呢 有一位八九年的男士啊 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家里做生意 条件是真不错 都跟我提出啊 想去国外找媳妇 我觉得这些行为啊 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中国男人开始 对国外的女生资源感兴趣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姑娘呢 可以思考一下 尤其是大龄的女士 有一些危机意识呀 并不是坏事 我也有听说 吴隐司 后力响 他是坚冩的女生